大家好,由ST和大家倒數 屯馬線還有七天就通車了 屯馬線今天正式開始全日試車 不過試車還試車 屯馬線一期和西鐵線的服務仍然是分開 20分啊,可以進去了嗎? 紅磡站及新月台部分於5時20分開啟 只有十多名鐵路迷及傳媒一起衝入車站 由於車站開放時間是根據東鐵線的頭班車而定 所以鐵路迷有大約30分鐘的時間參觀新月台 新月台的首班列車成功於5時53分開出 而相反方向的頭班車也在6時左右駛入航行站 細鐵線使用新月台將會維持一星期 新路段也能隱約看回以前的舊路軌 而原有的23號月台 在一夜之間踏了三條鐵橋連接14號月台 在7點左右,柯市甸站有列車故障 導致西鐵線的服務嚴悟 也造就了不少連試車都沒有機會見到的畫面 列車服務於大約一小時後逐步回復正常 會不會有興趣的 都專門靠下廁線 並不少連呼籠 我可以穿佛性